62岁的英国男子汉弗莱斯 与家人一同到埃及旅游 胸口疼痛就医服用抗生素 但病情没好转 人还突然倒下灾进游泳池 急救回天乏术 院方在汉弗莱斯身亡后表示 按照程序药相验遗体 但汉弗莱斯遗体运回英国 重新检验却发现 心脏和肾脏都不翼而飞 怀疑遭到强摘器官到黑市贩卖 埃及非法器官买卖交易相当猖獗 过去曾在沙漠中发现被丢弃的遗体 腰腹部都有开刀缝合的痕迹 根据Ranker网站整理 黑市器官买卖肾脏最受欢迎 交易量占百分之七十五 药价约二十万美金 大约是六百万新台币 第二名则是肝脏 要四百七十一万台币 而心脏纸牌第三价值三百五十七万 全身拆解贩售 总金额突破十亿 埃及光市二零一八年就逮捕三十七名 涉嫌非法买卖器官的人员 现在埃及医院坚称汉弗莱斯离开时遗体完好无缺 英国就算想继续调查 但不见得心和胜 很可能已经送到黑市变卖套现 三地新闻陈思维报道